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像这个修大乘佛法的人 不学很多法 不修很多法 修一个法 一个法是什么呢 就是大悲心 一个法就是大悲心 佛的意思不是说只要有一个大悲心 就可以所有的结局 不是这个意思 有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 但是如果不修其他的法 那也不行 也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没有这个大悲心 之前不要去修其他的法 修了任何法都没有用 根本就不能成为大乘佛法 所以佛是这样子说的 所以我们也就是在说 当我们还没有出力性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菩提性的时候 我们不要修任何其他的法 不是说其他的法不好 其他的法都好 但是我们没有出力性 菩提性的话 这些我们说 没有出力性 菩提性的话 那是什么 那这个东极肯定是为了 这个时间的心腹 那肯定是为了 这个人天的佛法 就是为了这个国宝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在这种法心上 修大圆满都成为时间法了 其他的不用说 修这种东极 这种法心 以这种法心为基础 修大圆满 修大寿营 修十论金刚 修禅宗 修净土 都会成为这个 都会成为这个时间法 所以就修了没有用 这些我们暂时不考虑 修其他的这些 这个很高层次的这些法 先修这个法 我们要记住佛的一句话 学大乘佛法的人 就不学不学 不学很多法 就学一个法 就是大悲心 我们也是这样子 修相修解脱的人 不学很多法 就学两个 两个是什么呢 处理心和菩提心 也可以说是 就修一个法 一个法是什么呢 菩提心 菩提心里面呢 处理心也就包含了 修菩提心 大家好好修菩提心 这菩提心修好了以后呢 如果真的有 正式部位的这个 实俗菩提心的话 那从此以后 我们修什么法都都都可以 有很多很多的法 这个时候呢 可以修大悦门 可以修净土 参宗 修什么法都很好的 变成很好的法 所以菩提心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灵魂 大乘佛法的灵魂 跟严格地说 没有菩提心就没有大乘佛法 跟严格地说 没有菩提心 一旦离开了菩提心的所有的法 都不是大乘佛法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学佛的方向很重要 学佛的方向高错了 那就是方向错了以后呢 我们就越学 离解脱就是越远 方向不能错了 只要这个方向没有错的话 那就是走一步 也就离解脱就是近一步 方向错了以后呢 走一步就是离解脱愿一步 所以这个方向是很重要的 这个错了以后呢 什么法都修不出来